Hello小伙伴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闲单报社 最近印度发生了一件大事 在4月29号印度宣布在独立近71周年之际 印度全国大约60万个村庄终于全部接入电网 实现了全印度通电 嗯,开挂的民族现在才全国通电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印度媒体28号报道 随着全国最后接入电网的雷桑村正式通电 印度全国将近60万个村庄都可以用上电了 印度总理称这一成就将改变印度的未来 并将载入实测 这时印度网民不禁纷纷欢呼雀跃 超越中国不是梦啊 然而现实可能会有一些骨感 其实印度所谓的全国通电的标准是 一个村庄只要有基本的电力设施 10%的家庭有电 学校政府乡镇医院这些公共场所有电 这个村庄就算是通电了 因此在印度会有这样一个怪象 当地虽然装了电线杆 但是却没有拉电线 还有许多贫困家庭 硬交不起电费 也就不愿意加入电网 他们表示没钱要电干嘛 用不起呀 而相比之下 我们虽然也是在2015年 也才实现最后3.98万无电人口 才正式通电 但是我们的通电是走进千家万户的 质量绝对有保证 另一方面通公路的比例 更是达到了19.3% 基本实现了全国全庄通公路 当然全国通电是件好事 印度人民理应高兴 但是要追上我们的脚步 还要好好努力呀 好吧 希望地球人不得你 要让我们继续吐槽 世界如此枯燥 新闻也是要情调 而不点关注 你是在等什么呢